给我们来学关于新的 Hukum Kepler Kepler他在这个课当中也 会需要我们学习三个 Hukum 第一个Hukum呢 跟第二个Hukum是 通常都不需要计算的 只有第三个Hukum呢 会牵涉到 Gaedah Nisbah的计算 那么他三个Hukum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他是叫做 椭圆定律 马来文叫做Hukum Ellipse 他告诉我们说 Obit Baggi Setia Planet Adala Ellipse dengan Matari Berada Di Salah Satu Focus 我们知道如果圆形哈 如果是纯粹的圆形 我们就有一个Pussat Bulatan 纯粹的圆形的话 我们有一个Pussat Bulatan 也就是他的Focus啦 但是如果是 Ellipse 如果是椭圆形的话呢 他将会有两个Focus 然后呢 那这个将会考验大家的 是可能是关系到 怎么可以画得出来这个Ellipse 所以书本也是有教大家 到底要怎么靠 你靠线条跟靠 一支铅壁 你就可以画得出一个 椭圆形的 首先你就在 纸张上面扎一个孔 可以在纸张上面扎一个孔 然后把那个 线条啊 穿过去那个孔当中 然后在那个线条的后面 你就打一个结吧 可以 在纸张的背面打一个结 让他线条固定着 哎 当线条已经固定的话呢 我们就拉紧他 用我们的铅笔啊 把它拉紧 然后我们在 移动我们的铅笔的时候呢 我们始终都要把它拉紧紧的 我们把那个铅笔拉紧紧的画圈 所以当我们把那个线拉到紧紧的时候 他就会 引导我们画出 一个 椭圆形 所以不不管在哪一个点哦 不管我们的铅笔 不管我们的铅笔绕到哪一个点的时候啊 他的始终是 保持那个线的最紧的情况 然后他就引导我们画出一个椭圆形 所以大家要记得咯 他的定义啊 是椭圆定律 给第一个的啊 没有太多的计算 所以这个就可以过来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 也称为 不公乱 等面积定律 等面积就是 面积就是罗斯吗 等面积就是什么咯 OK 相关流出的定义 怎么说相关流出呢 远行来绕道的话呢 那么他将会 门扎购门扎购门扎购门的意思是 华语来讲那我把它 写成 扫过 或者是刷过 就是你扫手机啊或者是你滑手机啊 滑过你也可以讲是滑过 他会滑过 一样的 Loss就是这个Loss一样 如果 他的时间是一样 比方说这个用一个月 他从这个travel到这边 那么从这边也travel到这边也是用一个月的话呢 那么他 他占领的他占领的Loss将会是一样的 但是你你的一个月啊必须 日数是一样的啦 你不能拿二月 跟 七月来做比较 不能的因为二月有 二月有28天不了 然后七月有31天 所以不能这样子想就是还要马萨扬沙玛 马萨扬沙玛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这边 多少天 这边来31天 这边就要31天 那么他就符合 他就符合 那马萨扬沙玛 哦 然后他就会少过一样的面积 也就是Loss A什么那个Loss B Loss第一个什么那个Loss第二个 然后呢 啊这是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怎么他会少过一样的 距离啊一样的Loss呢 因为你看这个 这样圆哦 这个这样短哦 怎么说他是一样的Loss呢 这个问题就来了 但是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再看华语的翻译一下 你看 在相等的时间内 连接 行星跟太阳的直线 也就是这条线 跟这条线 或者是这条线 跟这条线 所少过的面积是同等的 条件是 时间一样 然后我们在华语呢 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近日点 跟远日点 因为他是 拖延行吗 刚才在Captor First Law的时候 他有一个 关键我忘记提出来就是 Mathari Badadisara Sato Focus 当他绕拖延行的时候 太阳的位置是在其中一个Focus 当然太阳是如如不动的 太阳是不会动的 他就在他的那个位置上面 但是当 Planet在绕圈的时候呢 他会绕到一个模样 就是使到那个太阳呢 是在其中一个Focus 他不会 今天到这边明天到这边 不会跑来跑去的 他就是 由始至终 在其中一个Focus Point 然后呢 就会发生这种 这种近日一点跟远日点的说法 就是说 Planet在哪一个月份 比较靠近 低 太阳 这个叫做近日点 Planet在哪一个月份 比较远 比较远离 太阳 他就叫做远日点 所以 打回去刚才的问题啊 怎么这个比较短 这个比较长 我还是说他一样的Loss呢 是因为 因为他的速度不一样 OK 在近日点哦 在近日点 行星转的比较快 就是在这个area 他会少少的比较快 然后在远日点呢 他会飞的比较慢 然后这个速度的差距呢 这个速度的差距跟计算 然后就 Obit 的不同 因为接下来的单元呢 在接下来的单元 我们还会学到 好了就Obit 什么呢 跟 GM 啊 在Satellite的那个单元呢 我们会学到这个公式 但是我们在计算这个公式的时候啊 我们是当做他是完美的原型的 这个公式是用在 完美的原型 OK 然后呢 这个大家怎么我给大家一个形容词呢 来 记得他 怎么说 这个比较 慢 速度比较慢 这个速度比较快 怎么说呢 你就想象说哦 这个人很长腿 你看这个很远吗 这个很远 就是长腿 长腿的人慢慢走也可以 达到一个目的地对不对 那么短腿的人呢 短腿的人就要大步大步的夸 才能够 到达同样的目的地 哦 所以你就想象 长腿的只需要小顾的慢慢走就可以了 但是短腿的呢 他就要大步快快的 步伐 所以你要啊 我们要记得在远日点呢 就是在离太阳很远的地方 他的哈兰旧 planet是比较慢的 然后在靠近 太阳的地方呢 他的哈兰旧 planet是比较快的 这个最多他会考我们关于月份 比方说给大家看一个 这边哈 这题你看呢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我是没有印给大家的哦 我们只是借用它来学习罢了 他就问最快是哪哪一个区 当然是在这边最快 因为他是短腿小步要快步走 这里呢是慢的 慢慢 lengang-lengang走也不用紧 因为他长腿嘛 长腿慢慢走 短腿快快走 所以 dari A ke B 就是我们的答案 最快的他的速度 然后还有没有看 他就问哦 看起 ḥ 什么 病 就是这个 HBO呢 H HIO呢 HIO HIO 就是这个LOS 所以根据CAPLA的第二个law呢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这个LOS啊 什么能跟这块 长型的PIZZA 跟短型 但是肥肥的PIZZA的LOS是一样大 那这样子我们就讲说 所以这是CAPLA的第二个law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学 第三个 需要计算的很多的 那么CAPLA第三个law呢 它也叫做周期定律 或者是HUKUM TEMPO 它是关系到时间的 它告诉我们说 它给我们的公式这个 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公式就很好 很好记得definity了 只要你记得这个公式 你就可以写得出这个句子了 就是说 CAPLA TEMPO ORBIT 把那个TEMPO拿来CAPLA 它是CAPLA TEMPO ORBIT 但是CAPLA ORBIT 怎么说呢 你看它的CAPLA都不同了 这边的CAPLA比较短 这边的CAPLA比较长哦 所以我们一般上只是拿CAPLA PU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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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又中等我 CAPLA PULATA 这个时候又中等 所以我们就拿一个平均的 CAPLA PULATA 平均的CAPLA PULATA 平均的CAPLA PULATA 所以呃 如果我们从这个公式来看来 我们知道哦 这个太阳在那边 这里有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然后啊 什么木星 土星之类的 当它距离太阳越远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很长 距离太阳越远 它需要用来绕一圈的 时间就越多 这样子的意思 哪一个哪一粒行星啊 哪一粒行星距离太阳最远 它就会 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绕一圈 你看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地球呢 其实只需要用365天 就绕一圈了呢 所以地球公转一圈是365.26天 啊这个.26为什么会有.26呢 因为.26 累计了四年 你就会得到 二月份我们会变成29天 是吗 我们平常是用 平常我们是用365不了 呢 我们呃 笼笼笼笼笼笼的用法 就是一年有365天 但是如果要比较精准的话呢 它就365.26天 然后这个0.26 乘以四年 就是每四年我们会有多加一天啊 每四年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日历里面多加一天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二月份啊 二月份有时候会有29天对不对 啊 其他的三年 二月份都是28天 那么到第四年的时候 二月份就是29天 就是因为这个而来 OK 然后 图星 共转 一圈则是29.46年 然后 呃 假设是我们的寿命是100岁 那么 我们从单身到死亡 海王星都还没有转啊 一圈 海王星是哪里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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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这个 我忘记去了 所以因为它距离很远嘛 距离很远 这个很高 所以它就 啊 需要很长的时间 幸好你不是住在海王星 海王星你 你从零岁到 到我们去世 我们都没有办法庆祝生日 OK 你因为我们住在地球 所以我们庆祝生日呢 是365天庆祝一次 OK 然后如果我们住在住在别历星球的话呢 啊 你你要庆祝的话 你就要等很多年过后才庆祝了 现在我们来运用这个公司了 啊 你看啊 在Kapler的第三个定律的当中啊 他 只是告诉我们 他只是停留着在这个公司 他告诉我们说 D Gasadua B A Gasadiga 等于一个B 马拉 OK 就是 因为本来是这样的吗 D 当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是 当你要把它变成 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 D Gasadua 等于一个 这个本马拉再乘以A 就是说凡是我们要把乎本案 变成本三马案的时候我们需要乘一个 本马拉 OK 然后他就变成这样咯 D Gasadua B A Kasadiga Sama 那个某一个本马拉 OK 然后啊 这个是 Captor 整理出来的 但是呢 Captor Dlaw里面呢 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的价值是多少 这个 本马拉的价值是多少 在Captor Dlaw里面 我们还没有 找出来 但是呢 如果我们就也 继续使用牛顿的那个公司来搭配使用呢 我们就会得到它的价值是这个 D Gasadua B A Gasadiga 实际价值就是这个 这个C 还有Bi 是固定的吗 他G 也是固定的 然后太阳的G CM也是固定的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来呢 这个东西就是在之前 这个部分来的 这个部分怎么来呢 这个部分是在哪样 Diamu Saad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学过的 OK Diamu Saad 我有录一个视频给大家吗 看 啊关于Diamu Saad 这时候啊 怎么去证明这个公司的 如果大家忘记了 我们就再重温一下 这个公司怎么来 这个公司就要用 Diamu Saad Sama dengan Diamu Saad OK 然后小M个掉 然后V啊 Alaju orbit Alaju orbit Sama dengan 200RBD 就是速度啊 如果有一个 有一个 东西在绕圈行动 它的速度将会拿 将会是需要拿 Panjang Lilitan 除以它 走的一圈 因为我们知道速度是拿 加拉 除以马萨吗 速度是拿加拉 除以马萨 所以加拉 如果是绕圈走呢 加拉就是 Panjang Lilitan Panjang Lilitan 就是200R咯 然后Masa就是 它绕一圈的时间咯 所以把这个 Ganti进来这边 你就会得到 200R R Pan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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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R跟这里的R 可以删掉一个 因为这个是R Pan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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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掉它一个 它就变成Panjang Pan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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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你看 gm 啊 再把这个啊 丢上去 他就变成 凑成一个光沙滴干 然后再把这个g丢下来 放在这边 我就插掉这个g 啊他就是鼓励了那个m 所以m啊 就变成这个东西 ok 就是 之前我们学过的啦 然后你再调动一下啊你就会 调动到这种方式 就是调动到这种方式哎 你就会知道啊就是你看这个d在上面啊在下面吗 所以把他 特罢了一下 把这个dm 丢上去 把d丢上去 把啊丢下来 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m d square 啊 什么那个失败 关上多的g 然后 然后他要他要纯纯纯粹的剩下d跟啊 我把这个m也丢上去咯 把这个m丢上去 擦掉这个m 他就变成这样了 失败 Gm 哎 所以这个是他你赖了的 他的你赖 只要他们 都是绕着 太阳的转 那么这个的你赖是固定的 怎么说呢 给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触体方式啊 这里的触体方式 他都是 要考验我们 酸 要考验我们 算 就是说他会给我们两个 比方说他给我们太阳 然后 其中一个planet planet1 还有另外一例planet planet2 那么planet1有他自己的 着加力 planet1有自己的tempore 那么planet2呢 有自己的着加力 orbit planet2 也有自己的tempore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搭配 tempore bagi orbit pertama tempore bagi satellite 一个planet pertama quassadua 除以 在家里 sato quassadiga saman 这个tempore quassadua 除以 啊 quassadiga 这样子 等下我们看一些例子啊 给我们来继续 这个是给大家算出来他的四季的 你来咯 刚才我们讲这个价值是可以找得到的吗 你就按 失败 quassadua除以6.67 exponent-11 再除以这个 基辛不密 不是基辛不密 基辛 因为他们是绕着 所以这里有很多数据啊 你可以看到 水星金星 地球火星等等 他们的 一年 你看到地球啊 地球的一年就是一年了 OK 地球的一年就是一年 但是 火星啊 他绕一圈他需要 1.9年 如果是 Jupiter 他绕地 他绕太阳他需要用 11.9年 然后如果你把这个年 日秒把 交换一下他就变成这样 这只是额外的一些参考点呢 主要我要带给大家的一个 意思啊就是说 你要醒觉到 他们这些这样多planet 以前是叫做 九大行星 现在剩下八大行星吗 一到八 八大行星 这个八大行星 因为他绕着是同一粒地太阳 同一粒太阳 所以他当我们在用那个公司的手 第 什么 第关三道 啊 光沙滴嘎的说 啊 四百 光沙滴 gm 不管是 水星 你要找他的第关三道 你都会得到 一个数据 就是 因为你这个是用太阳的 GC吗 所以 水星啊 水星的 这个 将会得到这个数据 金星的 金星的也会得到这个数据 地球的也是会得到这个数据 火星木星 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都会得到一样的数据 因为 拜是固定的 G是固定的 GC 太阳也是固定的 因为他们绕着同一个 太阳 所以他们是算同一个体系来的 同一个体系的这个价值是一样的 给 但是呢 如果 问题也有可能问 我们 问题也有可能问我们的是 不再是绕太阳了 他是绕 地球 比方说地球在中间 然后这个是 啊 月亮 然后这个是 Satellite Satellite也是在绕着 地球 月亮也是在绕着地球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用那个公司的手 我要用这个 的手 那个 下面的大 大M啊 这个大M就变成地球的M了 因为 我要做比较是 Satellite 跟月亮 他们绕着的中心点呢是 地球 所以地球的GC要放在这边 记得了这个大M一定是中心点的那个GC OK 所以这个时候 Satellite的 这个数据 将不再是这个了 月亮的 月亮的啊 也不再是这个数据了 因为他们的 是用 GC 来 计算的 OK 好 我们来看 一些例子 OK 这就是 Kapler 第2个 计算点 E sang menunjukkan Litasan Bumi Mengelingi Matahari Pada Kedudukan A B AB 在这边 还有 A' 跟B' 在这边 Matahari berada Di Kedudukan C Matahari 在其中心点 Fokus Jika ABC D A' B' 跟C mempunyai Luas yang Saman Bandingkan Laju pergerakan Dalam Litasan AB A'B' B'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这一块pizza 这块pizza 跟这一块pizza 他的 Loss 是一样的 那么谁比较快呢 当然是这个快 短腿的人要跑比较快吗 然后这个长腿的人慢慢跑 那么紧的 OK 因为他 他的优势 他的优势就是在这个长 那么这个短腿 短也不用紧 那么这个的 略点的略是哎 这个的略是就在这边短 所以他就要在这边 争取多一点点的距离 所以他就比较快咯 所以拉住AB 啊到底是答案是什么 A还是B还是C 答案就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A来 答案是A 因为AB的区 这个区他需要跑得比较快 以便争取比较 横的那个距离比较多 因为他不够长 满他的腿 OK 所以你就要这样子记得咯 好 好我们再接下来 哎这个什么 这个不是一样的 我们要看好吗 我带大家看这种的 给三啊 将运用那个kepler 将运用kepler 特罗啊 pepler特罗 给这个是一粒 它是这样 绕着 orbit 把它加纳 这样多倍 哇 这个是比较难的问题 OK 他不 他没有给那个 啊 猪哈的 这假例 他反而是给倍数 OK orbit 所以现在是有两个东西 在绕着太阳 一个是地球绕太阳 一个是 猪哈绕太阳 OK 所以 假设 呃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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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跟 马达哈利是 R 那么 加拉 安达拉 猪哈 跟 太阳呢 就变成是 9.50 啊 对不对 假设啦 假设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 R 那么 猪哈 跟太阳的距离就是 9.54倍 的R 所以 Tempo beradaran bumi la satu tahun Brapaka Tempo beradaran bagi juha 所以他讲 Ti bagi bumi 什么 跟 一年 他问说 Ti bagi juha 是 多少 9 多久 在我们做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换成Sat 不需要每一次都换成Sat 我们就看他的ABCD需要 用Tahuna Bulan 还是什么其他的时间单位 因为他是一种Nispa的技巧 所以Nispa的技巧 我们不用太纠结 要把它换成 多少秒多少秒这样子 其他的 其他的问题 如果只要不是Nispa的问题 我们都通常都是要换成Sat OK 所以记得我们的公司 Tempo 你要用一号二号也是可以 你要用 Bumi也可以 Tempo Bumi 然后 然后 Jali B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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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跟 Tempo Zuha 然后 Jali Zuha B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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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没有看他的了 不要用他的一号 一号跟二号 OK 所以现在他找 Tempo Zuha OK 他找DZ OK 所以DZ DZ在那里 DZ在这边 所以就变成 TB RB Kuasa Dua Kuasa Diga 再乘以 RZ Kuasa Diga 什么 DZ Kuasa Dua 对不对 就是把下面的这个RZ丢上去 那就会得到 固定起来了 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就 Kuasa Dini 来咯 Bumi Bumi 的时间 是一年 一年 Kuasa Dua 也是一年 然后呢 这个我把它变成这样 比较方便做工 因为他都是 Kuasa Diga Kuasa Diga 所以RZ在上面 RZ是什么 RZ是 9.50R 9.50R 然后RBumi呢 RBumi 是一个R不了 所以R跟R可以各调 OK DZ Kuasa Dua 所以最后我只需要把那个 9.50 把Kuasa Diga 然后把这个 Kuasa 搬过去 就等于DZ 我就找到我的DZ 等于多少了 OK 就等于29.5年 29.5年 这个是他的方式咯 OK 接下来我们再讲解多一个例子 我们拿这个题 第三点一把的 马上 马上 我们拿到Planet Zura 225天 也就是说这一粒星球 它绕太阳 这一粒星球绕太阳 它需要用这样多天 阿爸跟Jera Antara Planet Zura 跟Mata 请问 这一粒 Planet 跟太阳之间的距离 是多少 所以我就写一个 ZUHAL的 ZEJARI ZEJARI OBIT 是等于多少 这个是我们要找的 然后他还给我们另外一个 搭档啊 另外一配 另外一配的资料就是 Libre Jera Antara Planet Mata Hari 是 这样多KM 这里 就要小心咯 你用KM的话 在这个NISPA当中 如果你没有把它换成 三个零的话呢 到最后你说得到的答案会也是 DALAM BENTO KM的 然后如果最安全的的话 就是把它换成 有那个 三个零的啦 OK 但是这里啊 我们只有Jera Antara Bumi Nagamata Li 就是 R Bumi 是有的 但是我们没有那个 Chi Bumi 这里 我们有这个啊 225天 其实是Tempo Bagi Jura 是225天 但是Tempo Bagi Bumi 是多少天呢 这个我们就要靠我们的 基本的尝试 虽然在这里 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天 但是我们至少 都要知道 地球绕太阳 它肯定是365天 OK 那么我们就不要在意 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 我们所谈到的365 026 除非问题有给我们这个降精准的数据 我们才用 如果没有 如果问题当中没有给我们降精准的数据呢 我们就使用365天就够了 OK 好吧 我们现在就安排我们的策略 所以我们的 是根据 Hukum Kepler 和Tiga呢 他告诉我们说 Tempo 除以 Jari Kosadua Kosadiga 将会等于另外一set 的Tempo 除以 Jari Kosadua Kosadiga 所以 第一set跟第二set的条件呢 它们必须要绕同一个中心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Jula 绕着太阳 Bumi 也是绕着太阳 所以它们是属于同一个system的 但是这里呢 我要更加specific的 我要标签一下 这个第一set 第一set是属于Jula的 Tempo Kosadua 以及Jula的 Jari Obit 第二set呢 是属于Bumi的 Tempo 以及Bumi的 Jari Obit 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呢 我就可以赶紧以来咯 Kosadiga Jula 绕太阳 它是225天 就Kosadua 然后 它的Jari呢 哦 它是 它要问的 OK 就是它要我们找这个RZ RZ 我们要找出来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TB 我们知道吗 Tempo Untu Bumi Kolilingi Mata Jari呢 是365天 所以Kosadua 你就看 我们就看 如果它给的是天数 我们就用天数 如果它是给年份 我们就用年份 如果它给月份 我们就给月份 如果它给San 我们就用San 另外一边呢 除于什么呢 除于Jara Antara Bumi 这个Mata 这里它是写 1.5 乘10 Kosadua 我建议啦 我建议是比较保险来说呢 我们干脆直接换成那个三个零 给8再加三个零 就是十一个零 8 90 11 十一个零 然后才来把它包起来 然后 刮刹 Diga 记得啊 我们已经换成Meter了 我们已经把它换成Meter了 然后 我要找RZ 所以RZ不能够在下面 RZ必须把它丢在上去上面 然后就变成 225 Kosadua 除于365 Kosadua 这个在下面的 我就丢上去咯 OK 就乘以 1.5 Exponence 11 Kosadiga 将会等于RZ Kosadiga 所以我就用Calculator 把这个资料都按出来 OK 225 Kosadua 除以365 Kosadua 再乘以1.5 Exponence 11 这个记得要先过火 你要按计算机的时候呢 先把它过火了 才按1.5 Exponence Xponence 11 关掉过火 才Kosadiga 按了这个 你会得到一个answer 然后再把这个 Bunza Kosadiga 丢过去 你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Kosadiga 丢过去对面的时候 它就变成 Bunza Kosadiga 所以按那个Bunza Shift Bunza Kosadiga answer 我们就会得到 答案 但是我们的答案 是Dalameter的咯 我们答案是Dalameter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把它换成三个零了 OK 所以这个是 Kabler的Law的运用 重点呢 就是 这个是第一set set1 以及这个是第二set set2 它们 它们必须是同时绕着同一个中心点 也就是 太阳 如果它的问题 它 给的问题 如果是绕着地球呢 比方说是月亮绕地球 以及satellite绕地球 那么我们的中心点就是绕地球咯 它是属于另外一set的咯 对不对 好 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学到这边 大家继续加油 拜拜